异性交往有这三种感觉说明真爱来临 每个人都希望遇到真爱 但真爱可遇不可求 就像我们一辈子渴望遇到自己一样 感情不会按照你的意图出现 甚至和你的想法背道而驰 信誓旦旦不可靠 花言巧语靠不住 若即若离受不了 起起落落很难受 如果一段感情彼此感觉压力很大 甚至有一种想要逃离的想法 那肯定不是爱情 但真爱来临 是异性交往的时候 有这三种感觉 别懂得太晚了 一 遇见的时候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爱上一个人只要一瞬间 或是一个回眸就足够 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那么久 真爱的人是突然出现的 两个人对上眼了 感觉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恨不得马上就知道对方的一切事情 最希望知道他是不是单身 多么渴望爱情的心 突然在胸口跃动 原以为爱一个人好难 甚至想要放弃爱情了 但后来遇到他才知道 原来爱一个人那么简单 主动要去爱 感觉冥冥之中是老天一安排 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多么想就这样爱吧 一辈子 二 在一起的时候很踏实 不拘束 渴望长长久久的依偎 你在别人的面前 不会无话不说 总是要提防什么 但是在他面前 什么都说 恨不得都告诉他 过去的痛苦 过去的幸福 现在的心态 一股脑和他说起 如果是一堆废话 彼此说了很多次 但不觉得好烦 还希望说下去 爱一个人是在一起 感觉踏踏实实 或者他只是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你就依偎上去了 感觉那份柔暖的爱情 在心中蔓延 这辈子你有一种铁定 和他在一起的愿望 幸福从心中出发 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牵手是那么自然的表现 你看他 都是眼里满满的爱 三 分开的时候 思念如潮水涌来 如果分开了一段时间 分开一分钟 思念60秒 思念一个人 事情不自禁 在忙碌的时候 忙力偷闲思念 在夜里安静的时候 安安静静的思念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梦见了他 那种隔着手机屏幕 发祝福的时候 眼里甚至有思念的泪水 多么渴望不要再思念了 永远在一起吧 别分开了 那些时光是煎熬 是苦难 分开了是惦记彼此 是牵挂 是关心 他在的地方 就是你牵挂的地方 担心季节变化 担忧他的健康 希望他一切都平安 爱一个人 是情不自禁的爱 不是谁要求你 所以当你渴望 和他在一起 那就是爱的感觉 如果你感觉心烦意乱 那就是爱不够好 或者爱已经变了 真爱是一种感觉 说不清楚 但却是在心中淫浪 如一段百听不厌的音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